兄弟们 走 我们自由了 来人哪 将这些战俘拉出去处死 是 刘元生 你出尔反尔 你们的任务 就是考验这帮子弟兵 既然未能完成任务 就没资格活着 刘先生 城里的规矩就是 我们取得钥匙 死侍们拿到我们的绣标 并未规定 我们双方不能合作 刘先生 请你放过他们 你们是元家的子弟兵 无论用何种方式通过考验 都算过关 可这些战俘 依照元家的规矩 未能完成任务 就必须立刻处死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走开 刘先生 元家已得服人 已离处事 乃是元侯爷定下来的家规 你们要是现在这么做 传出去都不好 既然侯爷 将操办城里的权力 交予刘某 刘某 就有权杀这些未完成任务的战俘 大公子 元家是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 求您饶过他们 三公子 求您救救他们 三公子 你别在这儿跪着了 赶紧走吧 元家自持已得服人 已离处事 原来都是骗人的 住嘴 元家的德行 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已杀服人 已暴处事 原来才是元家的家规 你放肆 敢敢如此顶壮 来人啊 即刻将这女子 叫闭 是 且慢 大公子可是主子 花木槿为了这些战俘 如此拼命 真是愚蠢 要是没有他们 我们早就死在万神窟了 柳先生 木槿不过是口不择言而已 不至于仗毙 莫非 陈统领 是觉得辱骂元家与元侯爷 是件小事 躲下去 你 小将 你们五个 是想造反了吗 你们给我住手 秦统领 木槿没有错 把这五个人 给一起抓起来 住手 获因我起 请您放了他们 元家 不需要不服管教之人 躲下去 立刻仗毙 刘宗管 若还有人 要为这帮贼子说话 一并仗毙 我是将死之人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敢问刘先生 比起木槿辱骂元家 和存心海四所有子弟兵相比 哪个罪名比较重 看在你身受重伤 我就不与你计较 蛮人 将他拖下去疗伤 不紧 把什么话都说完了 再走不迟 我乃元父家生子 历界城里虽难 但我知道 必定会留下生门 但这次生门被设下陷阱 所有石柱被掏成空隙 只要门一打开 神香就会倒下 石柱立刻坍塌 莫非 你是在怀疑 是我让万神窟坍塌的 我们都可以证明 万神窟坍塌 那是人为的 我们都懂作证